大家好,这一节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重载双模预算符 所以双模预算符呢,只有两个操作数的预算符 比如说,加呀,加,减,相等预算符 在重载双模预算符的时候呢 预算符函数中呢,应该只有两个三数 如果说预算符函数作为类的成型函数的话 这个时候函数只需要有一个三数 只有在作为普通函数的时候,才需要只有两个三数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那么这里呢我们来介绍一些其他的一些预算符函数 比如说相等预算符,大于小于预算符 我们来通过代码再来看一下 我们仍然使用cTime这个类 这里呢我们会为cTime类来重载 其他的一些预算符,相等预算符 以及大于和小于预算符 甚至呢我们首先给他写给他加一个相等预算符 一般判断是相等的 一般都是反围之是布尔类型的 true或者false 全是布尔类型的 operator 然后等于参数 就是参数 Time对象 为防止卡贝我们也使用引用 第二个重量预算符呢 是大于预算符 这个时候他的反围值也是布尔类型的 operator 大于 TTime 我们都将它们作为TTime类的一个成员函数 那我们来实现一下 反围值 法尔类型 CTime operator 相等 我们怎么来判断两个Time对象是否相等呢 比较简单 我们只是要判断他们两个最相的11分秒 是不是分别相等 如果他们都相等的话 那么反围值就是true 如果他们有一个不相等的话 那就是false 我们判断一下hour 当前指的hour是不是等于time的hour 然后呢 也必须要保证minute等于time的 minute 最后 second 一定要等于time的 second 只有这个时候 我们才会认为他们是相等的 然后我们return true 否则的话呢 就return false 下面呢 我们再来实现一下 冲戴的大于号预算符 CTime operator 到一号 CTime 我们要怎么来判断两个time对象 一个time对象大于另外一个time对象的 首先呢 我们要比较一下小时 谁的小时数大 那么谁的值就大 谁的小时数小 那么他的值就小 另外如果他们的小时数相等的话 我们只要分进行比较 谁的分大 谁的值就大 如果分数相等的话 我们就最后比较秒 谁的秒数大 那么谁的值就大 首先呢 我们来判断一下他的小时 如果当前的小时数大于time的小时数 这个时候return true 否则的话呢 我们再看看一下是不是小一time的hour 那这个时候小于的话 那这个时候小于的话应该return false 这种情况啊 他们相等 小而是相等 我们就要比较分 然后minute是不是大于time的minute 而如果大于的话 如果大于的话 那么return true 否则的话我们再来判断一下 minute是不是小于time的minute 如果小于的话应该return false 最后一种情况 最后一种情况 表示十跟分都是相等的 我们就需要对秒数进行比对 如果second大于time的second return true 否则的话呢 return false 那对于相等的情况呢 我们将它return false 下面呢 我们来使用一下他们 首先呢 我们定义一个por类型的值 表示return 接受一下 你算的值 他们的值 time等于time2 我们再定义一个 time是否大于time2 我们知道time是不等于time2的 另外time也是不大于time2的 所以他们的值都应该是false 我们当然可以将他们的值行输出 然后看一下结果 打印也是一种调试的方法 但是呢 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调试 我们就不使用那种比较低端的方式 直接通过调试来看一下他们的值 现在我们来开始调试 程序已经编译成功了 这没有错误 我们程序呢 就准备执行第64行 这条语句 还没有执行 然后我们f11 注意句 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重载的相等预算服务函数中 然后我们就让f11单步走一下 因为time跟time2的值是不相等的 那么它return值是false 这种方式比我们直接调试输出 这种方法还要稍微好一些 下面就即将执行第65行代码 然后我们也f11直接跟进 可以看到程序已经进来了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成员的一个值 都可以看到了 我们可以单步的跟着它走一下 看到程序的一个执行的结果 可以看到新闻通知上面的小值数是不一样的 time是小值 time2的小值数的 所以是直接return false if11 退出 可以看到 第二个方位置的值也是false 我们停止调试 关于双目预算服呢 我们在前面一直都在介绍 在这里呢 也介绍了两个 大家对双目预算服应该也算比较熟悉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单目预算服 所以单目预算服呢 就是说它具有一个操作数的这样的预算服 比如说取反 加加预算服 加加减减 以及复合预算服 加等于等等 我们在重载单目预算服的时候 如果预算服减数作为类的纯件减数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是没有参数的 因为它只有一个参数 就当前的这个对象 所以说是没有参数的 如果它作为一个普通的减数呢 那么它应该是只有一个参数的 下面呢 我们就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我们会重载一下 加加 加等于预算服 这里呢 我们为ctime这个类 来重载一下 加加预算服 加加预算服 减数的内部呢 我们模拟秒表 次用来是秒数加1 秒数满60的话呢 分数往前进一 如果分数满60的话 那么小人数就往前进一 如果小人数满24的话 那么直接 直接减下24就可以了 首先呢 我们来定义一下 我们知道加加加呢 分为前置的加加和后置的加加 前置的加加呢 一般都是先执行完这个操作 然后返回执行完操作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值 那么后置的加加呢 先执行这个加加 执行完之后返回执行以前的对象的值 首先呢 我们来先来定义一下前置的加加 它反位置呢 是一个c time 类型的对象 operator 加加 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呢 因为我们知道加加呢 它是只有一个套作数的 我们把它放在前面 放在后面呢 其实都是这样的形式 但是我们在重打的时候 怎么来证明它们呢 针对这种情况呢 编译器已经为我们 已经约定好了 我们在重打加加 或者--6月潭幅的时候 如果是前置的呢 就是类似于这种形式 而如果是后置的话呢 需要给它有一个 int类型的这样一个参数 后置加加的时候 编译器就自动的 将用那个只有参数的 重打的环数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需要给它 定义一个int类型的参数 定义这个参数呢 只是为了区分 我们并没有使用这个参数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 给这个参数起名字 带有参数的 给大家呢 表示后置的加加 然后呢 我们在cd里面实现一下 首先是c time类型的反位值 c time类型 operator 加加 就是前置的加加 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 重新写一段代码 比如说我们让秒数加1 如果大于60的话 那么分数进1 如果分数大于60的话 小时进1 但是我们这里呢 我们不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实现过 加号 已经重打过加号 这个预算符了 我们完全可以 重用以前的这样代码 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定义一个 十分分都是0 但是呢 秒数是1的 这样的一个 time对象 然后将 将time对象加到当前的 对象上面就可以了 因为前置的加加呢 是返回运算之后的 这样的一个值 所以我们直接对 类似进行复值 加一个time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return this 表示我们返回的是运算之后的 这样的值 下面呢 我们再来实现一下后置加加 加加 这就是一个int类型的一个 翻数 因为呢 后置的加加呢 是先执行运算 然后再返回运算之前的对象 所以这里呢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临时对象 来保存运算之前的一个对象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 就等于 保存一下原来的值 下面呢 我们再来定义一个对象 它的十根分都是0 只有秒数是1 time2 0 1 然后我们再将它加到 当前的对象上 use 等于 这样 time2 运算完之后呢 我们返回运算完 运算之前的 time 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使用一下 我们对time2进行操作 首先是前置的加加 time2 然后后面呢 我们来输出一下time2的值 tower 然后呢 我们等一下后置的加加 然后我们再来收拾一下time2的值 然后我们再来收拾一下time2的值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下结果 刚开始呢time2的值是12.12分12秒 然后前置的加加之后呢 它的值是12.12分13秒 后置的加加之后呢 它的值是12.12分14秒 它就是对的 啊 为了看得更清楚呢 我们来调试一下 我们在前置的加加后置的加加 正在的运算服务中内部呢 下一个断点 然后开始调试 大家可以看到程式已经进入到 前置的运算服务函数里面了 首先呢是来扣到一个临时的一个对象 它的值是001 0.01秒 然后呢将0.01秒 加到zz的指针对对象上 我们可以直接跳过 去过程F1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time的值 0.01 然后z的值呢是12.12分12秒 这个时候还没有进行相加 没有执行加的动作 然后再来 F10 这个时候是加完了 加完之后 它的值呢是12.12分12秒 这个时候它会return this 是返回 加加之后的 这样 this的值 是对的 跟我们期待是相符的 然后我们再来继续执行一下F5 首先呢它会在这个后置的加加运算服 函数里面呢 会保存一下当前这项的一个 状态 我们来 F10 看下当前的一个值是12.12分12秒13秒 就是对的 然后我们再来构造一个 0.01秒的这样一个对象 主过程 看法的值是0.01秒 而这个时候会将0.01秒的这样值加到 加到当前对象上 然后返回呢是计算之前的一个值 整个流程呢跟我们的期待是相符的 那我们 我们先去调试 谢谢大家